是已经生育过一个女孩 还办理过出生医学证明 李女士她觉得与事实不相符 而且对她现在的这个生活呢 有很大的影响 她到法院去提起诉讼 因为这个事情呢 登记的时间显示在2013年 法院呢 就是以这个已经过了起诉期限 为由呢 就是没有立案 这个案件 所以就一直到二审 也是裁定不予立案 据励志新闻12月21日消息 去年8月 江苏的李女士怀孕后 到医院建党产检 意外发现系统显示 2013年 她就登记过产检信息 名下竟有一名10岁的女儿 李女士请求卫健部门撤销该证明 但工作人员表示 需要亲子鉴定才能撤销 于是只好向检察院求助 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 出生证明上孩子的父亲 是李女士的前男友孙某某 而盗用李女士身份的 则是孙某某的母亲 孙某某的母亲呢 她呢 有一天到民营医院去 遇到了这个孩子的 女孩的亲生母亲 前女士 当时呢 前女士呢 未婚歇育 她当时呢 正在这个医院里呢 犯愁说 这个孩子呢 该怎么处置 孙某某的母亲 就想到说 自己的儿子呢 这个结婚之后呢 也没有孩子 前女士呢 表示说 自己不愿意留下自己的个人信 孙某某的母亲呢 就回到自己家中 然后找到了李女士 因为在她家中 留下来的身份证 复印信息 她就到医院去 提交了相关的复印信息 把这个孩子的母亲 登记为了李女士 为了消除对李女士的影响 检查机关 依法启动 督促履职程序 经多次沟通 最终将孩子 出生证明上的母亲 变更为生 此外 检查机关 也对卫健等部门 发出检查建议 加强对出生证明 登记制度的管理 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